彭湖三天兩夜奢華評價大PK 剛剛小子說 在彭湖有西班牙人都推薦的西班牙料理 我們剛剛一個上午在海底漫步 看了這麼多的海底生物 可是看不到吃不到怎麼可以呢 所以我們繼續南環的路線 帶大家來到山水沙灘 這邊的一家異國料理 這家你看光看這個建築 你想想看一個鮮紅色的貨櫃屋 在這個山水沙灘上 配上藍天白雲和細細的沙 真的就是你會有一秒來到國外的錯覺 異國風 為什麼剛剛說被西班牙人認證呢 其實很多人因為他非常有名 很多西班牙人就會想說 這邊怎麼可能有一家 這麼厲害的西班牙料理 我要來吃吃看 結果吃過的西班牙人 真的全部都覺得 好像一種回家的感覺 哇 這麼厲害 而且他開店也是很有個性的 他不是你隨便想要吃都吃得到的 他是限定版的 他是每年只開4到10月 所以你一定要提早預約 那他到底吃什麼呢 他就是用在地的澎湖的海鮮 去做成很棒的西班牙料理 他就是會像西班牙料理很多就是會有一些 比如說香料對不對 你在這邊你就可以吃得到 看我們這邊照片上看到的 就是有比如說火腿盤 起司球 還有什麼烤章魚等等的 你不會覺得這是在台灣 就像出國的感覺 對 而且其實剛才我們雖然是奢華組的 我必須要說我覺得他的價錢其實也是蠻實惠的 他都是吃這種西班牙的 就是Tapas這種小餐點 可是其實對我們女生來說 其實我們大概點個兩樣 我們可能就吃飽了 他的價錢大概從80塊到240塊不等 也不貴 其實也還好 而且你想想看80塊到240塊 其實也許三五個好友 我們一人點個一兩份 大家Share一下 然後在這邊喝點小酒微醺的感覺 吹著海風聊聊天 聽著大家的笑聲 其實是真的非常棒的氣氛 所以現在南北環吃的東西 在這裡有一些差異出來 北環帶往吃的都是同班小吃 南環走的是異國料理風 好 但這回合接下來還沒有結束 還要比南北環住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到奢華組的部分好不好 欣宜 如果奢華組在南環 帶我去住一個比較特別的要去哪裡住 很特別 而且奢華的享受稍微平價的價錢 就是這一間無邊際海景露營車 現在直接住到露營車子 對 我跟你講常常大家都在說 海景低排海景低排對不對 對 我跟你講這種露營車才真正是低排 因為它那個車就停在那個邊是海 然後沙灘就停在這裡 走出去就是沙灘了 走出去就是沙灘了 就是海了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海景低排 那現在露營車大家就是很夯嘛 你知道很多網美很喜歡 因為你知道它的露營車 一排過去然後都是白色的 超有氣氛的 很有氣氛 然後在那個沙灘上面 搭配藍天白雲大海 就是很有feel 然後每一個露營車的前面 它都只有一個自己的陽台 然後陽台上面就有一個像這樣子 就是一個大大的一個沙發 讓大家就可以坐在那邊 就是很輕鬆的看著海 那除此之外 你說Sindy奢華組 怎麼會帶我們去露營車呢 這裡面對不對 會不會怎麼樣 設備怎麼樣 一進去 我跟你講 高級露營車 因為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床非常的舒適 然後有冷氣 有電視 有小桌子 重點是還有獨立衛浴 在你的車子 在裡面也可以洗澡 對 這很重要 尤其我們又帶小孩 我們女生又有很多這個bombing 什麼有的沒的 就有獨立的空間 獨立的衛浴就在裡頭 而且非常的舒服 那來到這邊 其實也有滿多的活動可以做 到下午的時光 除了躺著的選擇之外 你也可以就是跟這個民宿的老闆 這個露營車的老闆 然後就跟他說 我們想去旁邊的草間帶走一走 然後他就會借你那個膠鞋 還有手套 然後就在那邊 你就可以看到什麼海膽 然後海參 寄居蟹 就像剛剛君凱講 小朋友很喜歡 光在那邊他們觀察那些 你知道那種海洋動物什麼的 海洋生物 他們就可以看好久好久的時間 那你就說 可是我們沒有想像這種 這麼親近大自然 我們就是想要網美拍照 也可以 他在這邊有推出下午茶的 野餐的套餐 還可以野餐 對 他就是直接給你 他幫你塞好一套 對 他們給你一個野餐盒 然後就是那種很網美的那種野餐竹籃 然後打開來 你可以選擇在你的陽台上吃 你也可以準備一個野餐店 就直接在那個沙灘上 就直接吃了 然後打開來之後 那個野餐盒不得了了 龍蝦潛艇堡 食餐很高檔 對 然後沙拉捲餅 然後還有千層蛋糕 有飲料 有水果 就是你知道擺出來之後 就是一個超級網美的野餐 你知道 然後搭配那個景色 非常非常的悠閒 而且很舒服 聽起來很貴 聽起來沒有很貴 其實還好 我跟你講 因為他那個野餐的set要多少錢 野餐的set就是要幾百塊錢 另外家的 另外付費的 對 就是沒有含在房費 但如果你說 那我們就是沒有想要吃這個野餐 早餐也很厲害 他早餐就是走那種 有點西式套餐 早午餐 直接讓你在你的陽台前面吃 然後就是有那種蛋捲 然後烤玉米 烤番茄 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 雖然是露營 但是已經是飯店等級的 一些享受了 那像這樣子 我剛剛說奢華的行程 但是並沒有到非常非常貴 多少錢呢 一個晚上多少錢 三千六百塊 這個view 一台車嗎 對啊 這個露營車感覺好舊 而且好好拍 才三千六百塊 那齊樂哥 我們北環要住哪裡咧 其實來澎湖真的就是要學什麼 花小錢大享受 坦白講 三千多塊在我們澎湖人業裡面 還是很貴 太貴了 對 那你北環要住哪裡 其實澎湖有非常多的特色民宿 講真的 那個可以讓你感受到澎湖濃濃的人情味 我要介紹這一家 在赤馬漁港那邊 赤馬漁港 就是在漁翁島西漁那邊 那赤馬漁港這個地方 它非常的環境非常的漂亮 為什麼 因為它是個村埔小漁村 晚上沒有光害 那這一家的這個民宿呢 它就面對著這個漁村的風景非常好 而且它每個房間 它房間不多 四個房間而已 而且它房間都大大落裡窗 針對漁港 漁港出去是無敵海景 海的另一邊是哪裡 就是澎湖八大景之一的觀音亭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你不用去跟人家 擠花火節 你就在民宿的天台直接看 又損了一筆 在你的大落地窗直接看 那感覺不一樣 好 那再來就是它除了環境漂亮之外 晚上 因為這是個非常春不小春 幾乎沒有光害 晚上星空很漂亮 然後老闆娘手藝非常好 老闆娘她幫你煮 很好吃當地料理 而且當地的海鮮料理 這邊連住 連老闆幫你煮這些吃的 而且還在天台看 通通進去 我跟你講 整個下來 一個晚上多少錢 看一下 房價 換個 兩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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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千塊就是含早餐而已 含早餐 所以來到了北環 平價推出的 也是一個無敵海景民宿 一個晚上兩千塊左右而已 雙方在南北環的部分競爭是有點激烈 來來來來 楊智傑 所以現在這一回合你比較喜歡誰 這一回合都很經典 都很經典 前面兩回合雙方的1比1打成平手 那進入第三回合誰能夠勝出呢 第三回合要比的是什麼 我們要開始跳島囉 跳島呢 先從評價開始好了 必去的 肉肉推薦 我們評價必去是 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南方四島距離蠻遠的 你要拉那麼遠啊 對 雖然南方四島距離有點遠 可是它的距離 大概跟你搭船到七美的距離的時間 大概差不多 對 那其實這個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它其實是非常神秘的 那它也是台灣第九個國家公園 也是第二個海洋型的國家公園 所以你來到這邊 你會發現 到底南方四島是什麼東西 它其實就是東極雨 西極雨跟東雨瓶 還有西雨瓶 還有周邊的一些島礁 結合起來就叫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那其實它這個行程是一整天的 那你可以來到什麼呢 人家被稱為台版的義大利蘭洞 這裡有蘭洞 對 以前澎湖不是有一個景色 那個蘭洞 然後有一個天井玄武岩 然後陽光從上面照射下去 有那個晶瑩剔透的海水 那這個蘭洞 它這個島嶼其實是無人島 所以你進去也去看它 然後非常非常漂亮 但這不能登島 這不能登島 它就是在外面 然後巡航 然後去看那個玄武岩 那地形很特別 然後其實第一站會先在東極島 然後登島 那東極島登島 你會發現這邊以前被稱為 那個澎湖的小上海 為什麼呢 因為以前台灣要到澎湖 第一站就是在這個東極島那邊休息 所以以前那邊非常非常熱鬧 對 可是現在很多人都已經移出去 島上大概不到100個人居住 所以第一站會來到這邊 那來到這邊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就是什麼呢 東極島 東極雨的什麼呢 它的燈塔 它的燈塔黑白相間 然後非常漂亮 然後整個四周都是草原 所以如果你聰明一點 一下東極島就什麼呢 馬上租一台電車 100塊 然後兩個人一個人50塊 直接就騎到這個燈塔 然後再去繞島一圈 環島 對 你會發現好輕鬆喔 所以這個南方四島的行程 如果你去澎湖 去立了什麼吉貝 旺安 七梅 南方四島是你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不花很少的錢 就可以來到那個台版的義大利南東 我補充一下 其實南方四島它最重要的就是 去看柱狀玄武岩地形 因為柱狀玄武岩是海堤火山噴發 沿江浴海水急促冷卻 形成柱狀玄武岩 那這個地形是目前 算是我們在亞洲地區 澎湖是保護最好 就在這個南方四島 不過價錢的部分 罵了我剛剛還沒有提到 你剛剛說是一整天的行程 所以這個南方四島 一整天玩下來大概有多少錢 好 如果 其實南方四島有很多的行程 如果你只是去登島 登這四個島 它其實是登兩個島 登兩個島的費用 大概是1800左右 對 那其實不會太貴 畢竟這世界級的景點 你只要搭船幾個小時 就可以抵達囉 那接下來我就問一下欣宜 人家對方是南方四島 那你們的話呢 奢華組跳島要選往去哪裡 非常厲害的地方 有台版馬爾蒂夫之稱 剛剛呢 評價組去的是台版的義大利 現在奢華組要去台版的馬爾蒂夫 哪裡 澎湖三天兩夜奢華評價大PK 剛剛來到的跳腦部分呢 這奢華的心儀說要帶上去台版的馬爾蒂夫 哪裡啊 就是在這裡 我們的東海巡航之旅 東海啊 即將啟程要先提醒大家呢 要參加這個呢 你一定要提前預約 因為每天呢 就是出海的這個人數有限 船隻有限 現在這個行程呢 非常的夯 因為呢 它不僅有好玩的 有好看的 有好吃的 通通都集合在當中了 那所以提醒大家 一定要預約 那出海之後呢 首先呢 會先帶大家呢 來到鳥羽呢 來換這個 我們的交鞋 因為呢 接下來要帶大家來到一個 非常厲害的島 它就叫做龍蝦島 龍蝦島 聽起來就很多龍蝦 聽起來就很龍蝦 有沒有 這個地方呢 很特別 它呢 是一個在退潮的時候 才會出現的一個島 長潮的時候 你是看不到它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 這個潮汐的這個狀況 那你知道來到這邊呢 真的非常好玩 你退潮的時候 看到那個龍蝦島 然後呢 你不用潛水 你就可以看到 美麗的珊瑚 因為呢 它在那個潮尖上面 就是在你的這個 岩石岩石的中間 它就有漂亮的珊瑚在那邊 也就是說 你不用潛下去 你就是這樣不行 然後用肉眼 你就可以看到它 然後導遊就會跟你 就是做一些導覽 一些解釋 那當然也有一些 很可愛的一些 海洋生物會在這邊 那除此之外呢 剛剛呢 我們齊悅哥有講到說 那個食科的部分 對不對 在這邊 它也直接現場挖給你吃 現吃生的就對了 有人幫你挖的 對 有就是導遊就會 看看這邊有的 開開開 然後幫你敲下來 然後弄了之後呢 有些人不敢生吃 他還幫你炙燒 還要炙燒 太大拿出來燒一燒 然後呢 你就是那個食科 就這樣 咻一下 你知道 喔唷 那個真的就是鮮 那個甜 就是即使是不敢吃的 在這邊都可以 咻到好幾顆這樣子 那畢竟它就是龍蝦島 就是吃完這個之後 你就轉身 一看到那個導遊想說 他要幹嘛 眾生一躍 他就跳進那個海裡面 想說他要做什麼呢 再起來的時候 手上兩隻龍蝦 這麼容易就抓到 對 就是一個很簡單 抓到 就是龍蝦在那邊 但是大家可以 到處都有龍蝦 對 然後呢 你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人可能會想要保育什麼 在這邊其實他們是很注重保育的 一天抓到多少隻 他們是有限制這個數量 還有如果抓到是母的 有軟的 他們也會直接讓它放生 對 好 抓完之後呢 我們的船就繼續開 然後呢 在這個一路上我們會看到 很多很多的燕毆 就在天空中盤旋 哇 那個數量之多 你是無法想像 跟著你的船 對 就跟著你的船 然後好像就是陪伴著你一起 在就是航行 然後你如果想要餵它 你可以丟一些小魚 它就會啪 下來 然後就來吃 然後就非常非常的壯觀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還會帶你到這個鳥宇 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很壯觀的這個玄武岩 然後你就可以拍到 那個很漂亮的網美照 時尚大片就是在這邊可以完成 那剛剛一直講講 半天你說 我不是有說台版馬爾地夫 到底在哪裡呢 接下來我們就到這個 台版的馬爾地夫 是現在最夯的叫做蓬蓬潭 蓬蓬潭 對 蓬蓬潭這邊呢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 這個海水很清澈 清澈到你就是用眼睛 就可以看到下面那個 魚咬來咬去有沒有 非常的漂亮 那來到這邊呢 我們先不急著玩 是 首先我們剛剛抓的龍蝦怎麼辦呢 來這邊吃龍蝦泡麵 龍蝦泡麵 對 這時候導遊就會把你剛剛 就是抓到那個龍蝦 直接下面給你吃 然後就是把它煮成麵 然後你知道你沒有吃過 這麼奢華的泡麵你知道嗎 因為你知道龍蝦現抓的 那個肉質就是非常的鮮 然後非常Q彈 然後很彈牙 那個嚼勁之好 然後你就在這邊吃個龍蝦泡麵 然後看著海景這時候導遊 還請你喝壁乳 導遊很麻煩 對 從頭到尾他就在那邊 他又要這個你知道 又要導覽 又要游泡 又要抓龍蝦 又要煮飯 對 我知道 我們在鵬蝦當島有真的十八大 很辛苦 不容易 不容易 然後就是要給你個壁乳 你喝了 太心涼了 你就覺得我真的非常的開心 然後吃完龍蝦泡麵之後 接下來你就要下去玩水 對不對 他這邊就有SUP 對 然後還有這個透明的獨木舟 你就可以滑在那個獨木舟 然後直接就看到下面 就是那個海洋生物在裡頭 真的很好玩 真的 台版的馬爾蒂夫 難怪每個人到澎澎灣 那拍出來的照片 都非常威 時尚大片 真的 這個澎澎攤真的才是我們這個 這次推出來的重頭戲 因為這個澎澎攤 它其實是一個天然的沙洲 它是受到潮汐跟洋流的影響 所以它每一次的形狀 你登島的時候 它的形狀都是不一樣的 位置也是會有所差異的 有時候在這邊 有時候在這邊 就是很神秘的 對 因為它這樣子就沒有辦法架設固定的碼頭 所以相對的這裡的保育環境 也都是非常的好 所以來到這邊 湛藍的海水 潔白細緻的沙灘 就是基本款 它還有很多的水上活動 比如說像透明的獨木舟 SUP 還是你要什麼浮潛什麼的 它這裡通通都有 就是像剛剛Cindy說的 全部的行程都包含在裡面 還有這些水上活動 還有這些什麼餐食 秘魯什麼 統統都有 它就是2800塊一個人 那來肉肉 您剛剛台版的義大利藍洞這裡 看完洞就走了嗎 當然沒有 我還留了一個殺手劍 來PK的 剛說龍蝦泡麵 齊悅哥 澎屋人應該知道 那就是日常 日常 日常 對 SUP 吃膩 還有 SUP 獨木舟其實在很多地方都可以 都很 那我殺手劍是什麼 其實南方四島有一個什麼 被愛潛水的人稱為叫 媲美澳洲大寶礁的紫色薰衣草森林 紫色薰衣草森林 一般是在地面看到的 這個不是這個是 這個潛水界台灣潛點Top 3 前三的 前三的潛水點 而且南方四島這邊 是那個黑草支流經過的地方 它其實那個緣分非常高 所以這邊的珊瑚覆蓋率 是非常非常之高 而且是世界少有的 所以你來到這邊 剛剛不是講登了那個東極島 然後下一個登的就是什麼 這個叫東雨坪 那東雨坪那邊 如果你沒有要浮潛 你就是可以在那邊逛那個島嶼 然後去看海景 看那個海裡面 還有黑色的玄武野 那如果你有參加浮潛行程 你就可以來到這邊 然後直接馬路旁邊走下去 然後浮在上面往下面看 滿滿的都是什麼 紫色的薰衣草莓 很美 它這個叫鹿角珊瑚 然後你放眼看過去 那個陽光折射的關係 有的是呈現紫色 有的呈現是深紫色 有的呈現是藍色 那它其他還有一種綠色的 這也是很特別 這叫桌形的左孔珊瑚 因為它珊瑚的品種 很多種 那它就是很像綠色的地毯 然後一圈一圈一圈的圍繞 然後跟這個鹿角珊瑚 紫色薰衣草 那這邊的中午是吃什麼 因為我們是平價 所以我們是海鮮麵吃到飽 隨便你吃 所以呢你來到這邊 南方四島有很多選擇 不浮淺就是登兩個島 然後再去巡航那個藍洞 那如果你要浮淺 就是加上這個浮淺的行程 是2800左右 然後光是登兩個島 不浮淺就是1800左右 所以來到跳島的部分 其實價格差不多 那比的就是行程 比的就是好玩程度 誒志杰 前面一勝一副 現在關鍵時刻 我覺得我們想的應該差不多 因為剛剛差不多都勢均力敵 但是最後我被這個紫色的殺手鍵殺死了 所以非回合 就給評價主勝出 所以今天整個澎湖的PK之戰 最後評價主兩勝一副 獲得了這任的勝利 但是好 當然大家意猶未盡 那我們最後還是要把 今天兩邊的行程都給它排出來 我們先來看到奢華組的行程怎麼排 好奢華組 我們一開始就先到這個Shopping Mall 來買得開開心心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到經典行程 像天后宮走一走 晚上我們可以欣賞這個海上花火船 第二天行程我們就到東海巡航 那第三天我們就來玩這個南環的經典行程 只不過這麼玩下來之後 重點是這次奢華組總共花了多少錢 將近17000塊錢 一個人將近17000這奢華組的行程 那接下來平價組的行程也還給大家觀察一下 來看到第一天就是在澎湖的本島獨行池村走一走 第二天跳島去了南方四島 那第三天我們就是往北環這裡走一走 重點是價格 評價玩下來 一個人不到一萬塊 所以今天兩邊的行程都很精彩 價格也各位做參考 當然你可以交叉互相服用 今天感謝我們的專家來賓提供的寶貴意見 就像我們提到的澎湖只要每次聊到都好想去 今天把這不同的路線推薦給大家 感謝你的收看 NEW金淡浩下次見 拜拜